他们知道我读博 就是我今年寒假回家 就全村人都知道 就是虽然我爸妈 就是也不说有多开心 但是你知道农村嘛 村里镇上就是有个桥 然后就坐那边聊天 就是莫名其妙就讲到 哎呀你们家孩子最近怎么样 然后就话锋一转 就回到我们家孩子最近 哎呀考上博社真讨厌 还要供几年 就有一种有那种 有点令人讨厌的那种小骄傲 有这种状态 今年是26岁 籍贯是浙江温州 现在在上海中药大学读研二 处于硕博联读 接下来是博一 爸爸的话是运输 就是那种运输的公司机 然后妈妈就在家里 家庭收入说实在挺一般的 可能一年的话 妈妈这边的话估计就几乎不算了 一年估计能有个七八千就很好了 就是爸爸这一块的话是看生意的 过年妈基本上就休息了 然后平时有淡季有旺季 可能一年下去好像也才个 可能不到十万吧 大概是这种状态吧 本科在武汉读书的 就是研究生在这边 国家政策挺好的 一个月的话有五百块钱 就这种补助 然后医院有三百块钱补助 我自己也会出去有兼职 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去门诊坐诊 因为我有职一阵嘛 然后一个月收入的话 收支是平衡的 没有特殊情况 不管可以不管他们要钱 然后有的时候的话 生日啊节日啊 会给我一点小红包 但是总的来说 他们会给钱 但是我这笔钱不会花掉 是自己存起来的状态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拿出来 就是我个人感觉是 还没有 就是我读书的话 给家里造成的负担 不会特别大 唯一就是没有像别的 这个年纪的人往家里给钱 特别特别金拿西三 就是同学都说 没有见过我这么抠的人 这个抠呢 也是处于那种对健康的着想 比如说我觉得奶茶这些 外卖这些 我可以不吃的 然后都吃食堂 早上的话 我觉得要吃得健康点 全卖面包 然后就五块钱一斤的 全卖面包 然后就可以吃上 差不多一个星期 早饭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子 晚饭的话 有的时候会觉得 最近胖了 或者是怎样子 也吃全卖面包 中午的话 就去食堂吃一顿 一天光吃饭 大概花不了 二十八 十五六块 然后衣服的话 衣服先去商场市 然后淘宝找同款 这种状态的话 光买衣服就可以 省很多钱 最近看到一套衣服 七八百 往上同款 一百五 就去买 然后有的时候 也会出去聚餐之类的 也会出去玩 都有 就是相对而言 节俭一点 我是一个 特别特别平凡的人 这个的话是描述事实 没有成立的孩子 那种所谓的 我去上那种兴趣班 这些都没有 旅行也没有 可能现在就是 在哪里上大学 上哪里研究生 在那边旅行一下 但是也没有像 农村的那种孩子一样 真的是下过地 除过草 擦过秧 这些经历我都没有 然后但是我这个平凡 特别平凡的人 就是唯一一个 特别幸运的状态 就是我从小就喜欢 学中医 从小从小 到现在 我还在学习中医的路上 以及我觉得 我现在能通过 我自己的学 学习的东西 学识 给家里人 村里人 或者是身边的人 解决一些病痛 我就觉得 这应该是我 人生中最大的幸运了 如果说是真的 人是不是应该有信仰 是不是应该有信仰 我觉得中医 很大程度上 就是我的信仰 甚至于我觉得 我生下来 就是为了他 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不知道 不确定 是不是一种错觉 但是 我的水平 平均 平均 我整个人的资质也好 就各种水平 都是平均 但是中医 可能就是 他这是突出来的 这一块 可能跟别的那种中医 非常好的学生 他们在这里 但是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光这 突起的这一块 就够了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我就 朝着这一个努力 就这一个 慢慢往上身就好了 可能人家的起点 会比 综合水平比我高 或者是中医水平比我高 那跟我没关系 我只发现 我学中医 相对而言轻松一点 我能帮助别人 我能给大家 带来健康 我给大家 做很多免费的咨询 大家能从 我学中医这件事情 受益 以及我自己有成就感 我觉得我应该 是我人生 最好的一个选择 唯一一个 我的优势 被我发现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发现 所以 在那么小的县城里 我努力考试 中考那一次 大爆发 考到了第七名 其实我那一次 也算运气好 平时考试都只考 十五十六名 正好 往年保送 都保送五个 我那一年保送七个 就是那个吊车尾 吊上去了 运气特别好 所有人都说我运气好 然后去了高中之后 因为是镇上的初中 然后中考为了照顾 乡下的学生的话 我的高中是特别好 灌名浙江省 叉叉中学的那种状态 然后有清华北大的 浙大考很多的 然后我那时候 中考是差 这个高中二十分 然后因为照顾 底下的学生嘛 镇上的学生 前期就给你保送到 那个学校去 所以说我可能跟正常的 考到这个学校的孩子 差二十分的水平 然后背后的那种 知识恋爱什么的 就会相差很大 你看着是二十分 可能畅达两百倍 之类的这一种 所以说那时候的话 就是会相对而言 难过一点 但是很幸运的就是 成绩不好 但是老师们都 特别特别喜欢我 就影响最大的 是一个快要退休的 英语老师 他的话 我那时候是高一的时候 在图书馆的志愿者 帮忙上架嘛 同学还回来 然后我属于那种 手脚特别快 特别利索的 然后那个老师 正好是他快退休了 就在图书馆这边 过渡一下 然后退休 他就看我 就是上架比较快 然后就聊天 聊到就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 为啥成绩就不行 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 就是七八百个学生 可能考试就考六百多名 这种状态 然后他就觉得很神奇 他说我别的帮不了你 那我就教一下你英语吧 慢慢慢慢 英语成绩上来了 有一点点自信心 然后别的科目 也就一点点上来 其实到最后我的高考成绩都不是很好 好像也只考了三四百名 就是从最开始最开始 六百来名到最后的三四百名 其实进步也不是很大 就是特别特别中等偏小的状态 就一直处于这种很努力了 还是处于这种状态 我承认 你现在把我扔去高中 去学术理化 我可能还是学不起来 因为这不是我上墙的地方 但是这样一个高中给我托底 这样一个氛围下 我就是在场 我也说是 可以说是 就是重点线上上下下 只是那一次 就是正好在重点线下面 就差不多 一直都是在重点线上上下下的这种状态 哪怕是他去世的消息 我都是通过我辅导员指导的 指导的时候也都很晚了 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我那时候没有常常打电话给他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我一直很害怕 害怕死亡 也害怕周围人死亡 新冠的时候 我的恐惧达到了一个顶点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身边的人 我那时候是在当网上志愿者 是中医界的志愿者 是那个 童小林院士 一个中医的院士牵头 我是以上海中药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参加这个 是很清楚的知道武汉的情况 我那时候的恐惧达到了基点 每一次随访我都觉得是对我一种精神的边形吧 然后我就没有勇气给我老师打电话 因为我知道他在武汉 我害怕听到噩耗吧 或者说是他跟我说他状态不好 我一直 我怕 怕 怕打电话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 而且我却无能 无能为力 我很怕我就没有打电话 结果 结果就 结果就在 就没了 就 就在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 通过我辅导员说 去世了 这是我很后悔 很后悔的事情 对我来说 他是老师 但是那一段时间 跟随着他学习 他手把手教我的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 我现在能给别人看见 他都手把手教我的 假设老师坐在我这个位置 别人坐在这 我就站在这旁边 老师看舌头 我也看舌头 老师摸脉 我也摸脉 老师在这边开房子 我就在后面 吵吵吵吵吵 然后他会说 小李 你觉得这是什么 舌 这是什么卖 然后我说对了 他笑一下 说错了 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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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手把手教 然后 老师也没有传人嘛 我是一个 跟师跟的特别久的 我们那时候开玩笑 就说 铁打的老师 流水的学生 你一毕业 其实就没有然后了 老师是 还是很喜欢我的 我也是跟着时间最长的 所以当我快毕业的时候 他几乎把所有他会的都交给了我 所以到现在我治疲为病 效果很好就是因为 他教我的那一套 以及我收集的那个病例 所以 就是这样子我的心情 就后悔啊 我那时候对恐惧 竟然压过了我 他电话给老师 的冲动 甚至于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因为什么而去世 因为他只给我坐机 我都觉得 如果我打坐机过去 一直他没有接到电话 我会怎么胡思乱想 还是他儿子怕接走了 或者是他真的生病住院了 我这些都不敢想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后悔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点点对不起老师吧 最后一句话是 19年的11月度 那是星期三的下午 星期三下午我们有 有讲座 就是一些科研的讲座 我那天特别想老师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你好好读啊 然后要做个好医生 然后学好本事 最后一句话我不记得了 但是那一通电话的主题就是 我跟 我像平时一样 下门诊 就是老师在前面走 我拎着包 我就在旁边碎碎念 像以前会跟他讲 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最近考试怎么样 我最近学到什么 我最近上课怎么样 就像这样子一样 我跟他通过电话 跟他讲 老师我最近在研究生里 与研究生期间遇到了什么 然后我最近学习的状态是什么 我以后的规划是什么 就是这么跟他讲 他也像平常一样 听我讲完之后 好的 继续努力 然后叮嘱我 好好学习 真就是那种一种心肠 和平时完全没有两样 只是最后一通电话 我大三开始跟着他 一直跟到毕业两年多 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纯粹最快乐的时间 没有现在的科研压力 然后那时候上课考试跟门诊 特别特别喜欢跟老师的门诊 我在那边跟了两年多的门诊 我整理了十几万字的医稿 全是我门诊的时候自己写的 然后写完之后自己再敲到电脑里 最后打印出来定成一本书 这个都留着 虽然老师不在了 但是我给他录过音 拍过照 就一直一直感觉他还在我心里 他是八十多岁的人 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 他参加过抗洪 也经历过抗美援朝里面去当军医 他一直都说 当医生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 因为他那时候就职的全都是战士们 他说他一直怀着这种敬畏的心情 看病后来回到了 回归正常的医生的这种职业的话 他说他一直都把这种心情带着 所以说在我们那边 朝我老师看病的人 不说效果怎么样吧 我老师特别特别耐心 很多很多病人就说 啊 谭教授啊 在你这看病 就真的能让我把好多好多话都说完 现在三甲医院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病人太多了 一个病人可能看个五分钟十分钟 就看好 我那时候老师一个上午 其实也不过看二十多个人 给病人的时间会很长 可能也不是讲那么多 不会像我们这种反弹 但是对于病人来说 这一点点温暖就足够赢得信任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灾后应激 创伤应激的那种状态 一直到今年 我才感觉从这个状态里走出来 然后为什么参加你们这个节目 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新冠带给我的后遗症 我走出来 我想体验新的生活 我现在回忆 2020年这一年 我没干任何事情 就处于一个能量水平特别低的状态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自律 情分上进的人 这一年我什么事情都没怎么干 5月4号去的学校 然后隔离14天 5月21号出隔离 开始干活 然后就是你让我干 我就干了 没有一点点自主性 情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一种无力感 我知道我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以前不拖延的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哎呀有事情做 你就这样拖着呗 就感觉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干 你约我出去玩 我不想出去 我天天待在实验室 我又不看文献 我也不看说 别的事情一概不管 我就在坐那儿 特别焦虑地玩手机 焦虑焦虑焦虑 玩玩玩玩玩 就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感觉这一年都处于这种状态 21年的1月 多少号 2月2月4号回家的 我回家是14天 还是15天 大概就这么两周 除了那一天晚上回家 5点钟回家 那一天没看病 每一天都在看病 哪怕是他年30 正月初一 我都在家里看病 给村里人看病 有针灸就针灸 反正开药是每天至少两个 多的那一天是 看到八九个 就是最后是14天 看了40多个 我就找到了成就感 我觉得我的中医就像一道光 就是支持我 在一年 长达一年的抑郁状态之中 我就是一下子自己就突破了 就是我感觉自己就亮了 我就感觉我是太 不是太阳 没那么夸张 我是一个灯泡 我就亮了 我可以帮助别人了 我的能量宣泄出来了 然后回来状态特别好 我就 也不是说特别好吧 就是敢于尝试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 我愿意来当这个对照组 我愿意来当气氛组 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全心全意的体验 我的能量足够让我去 面对这个镜头 面对你们这种有想法 有执行力的年轻人 我不胆怯的 谢谢大家